针对日本媒体3月18号有关中国军队高级将领 接受共同社采访时承认向日舰照射火控雷达的报道 海军有关权威部门表示 日方媒体的报道纯属续以捏造无中生有 是企图抹黑中国军队形象 误导国际舆论博取同情知识的一贯伎俩 海军有关权威部门表示 海军部队的组织指挥是集中统一的 执行规定是严格规范的 日方应该知道舰载火控雷达的信号特征和使用时机 其反复恶意炒作既不符合事实 也缺乏专业常识 日方长期以来对中国舰机进行近距离跟踪监视和干扰 甚至采取危险接近动作 严重危害了中方舰机安全 日方频繁大肆炒作中方舰艇火控雷达照射事件 发表极其不负责任的言论 进一步暴露了其不顾中日关系大局 加剧钓鱼岛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 日方如果真的愿意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就应拿出实际行动 停止捏造和恶意炒作 针对日本共同社炒作火控雷达照射问题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18号表示 中国国防部已经多次就此问题 阐明了严正立场 真相是十分清楚的 日方所谓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 瞄准日方舰机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日方不时炒作所谓火控雷达照射问题 对中国军队进行抹黑 误导国际社会是别有用心的 它的直升机飞到离我三公里的范围 再对我进行侦查 那么对我的航空 对我的飞行器 我的直升机也构成了威胁 这时候我们开启雷达 主要是对海搜索雷达 对它进行监视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可能它误把我们的 比如说对直升机的导航雷达 监视雷达 把它当成一种火控雷达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